9月9日晚,张子怡前往慈善活动现场助阵,和刘嘉玲站在一起,各种亲密互动,关系要好,不过当晚也是张子怡老公汪峰举行演唱会的日子。 在参加完活动后,张子怡火速换上变装,前去探班汪峰,还不忘拉上好友刘嘉玲,刘嘉玲连衣服也没换,直接戴着墨镜,就跟着张子怡去了汪峰演唱会的后台。 在后台,汪峰和两个女儿小苹果,醒醒都在,一家人和乐融融。 张子怡出生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,八岁时因个子瘦小,而被母亲送到宣舞区体校学体操,由于学校没有体操班,她便进入了宣舞区少年工学习舞蹈。 11岁那年,张子怡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,学习了6年的民间舞专业。 1994年,她在全国讨礼杯舞蹈比赛中,获得了表演奖。 23岁那年,她在全国讨etz亡看起来。 新禁止。 obl see的落iety,放开里旁白帽子的一口桂佛景时,